歡迎您再度來調中間車廠家 我是你的素人社會選民 今天要再度借出來這一台 Focus Active 22年式 上一集幫你介紹了 這個Level 2超值版 對比了這個韌性版 到底少了哪些配備 划算嗎 值得嗎 而今天再度要幫您介紹的是 這台車還有五大的設計亮點 以及五個小NG 帶你來看吧 走 Focus Active 22年式 總算全系列的都有LED大東 而這台84萬9的Level 2超值型 它搭載是普通的LED 並不像89萬9的韌性版一樣 有自動水平以及自動遮蔽眼光動的功能 而且它方向燈也變成傳統風泡 但至少比起過去便宜1萬塊的浩洞版 它多了這個燈 感覺車頭價值感都提升了不少 在跨界修理裡面 我覺得Focus Active搭載這顆 1500cc的直列三缸渦輪增壓引擎 算是馬力最大最具誠意的 因為它有182B 24.5公斤的扭力 同時它可以達到 每公升可以開16.4公里的一級油耗 算是非常有力又省的 讚 Focus Active它的後軸這裡的懸吊 是獨特設計的 而且讓它的離地高度達到了16.3公分 你看 比一個手機還要高 因為它後軸這邊加高了4.4公分 前軸也多了4公分 讓它有初步的越野能力 非常棒 其實它車側的跟一般的Focus有點相像 但是多了這個畫龍點睛的防刮材質 從輪拱一路延伸到了側群這裡 上面同樣有一個非常帥氣的車頂架 雖然說實用功能沒有那麼的高 但是的確很有跨界修理的風格 帥 過去83.9的Focus Active耗動版 可能沒有Keyless 但是204LV2超級型把它補了回來 同時更增加Engine Push Start 這個功能大家敲碗敲了很久 同時也讓車市裡面的質感倍增 而且方便度大增 讚 聽一下這個音響音質 你就很明顯的知道 這一台Level2的超級型Elective 它沒有搭載像韌性版一樣的BMO的音響 所以少了擴大機 少了重低音 而且這個主機本身 它也不是大全套的Sync 3 而且它沒有的導航 但至少它基本的Apple CarPlay 其實就通通都有 但是還是有點美團不足 相信現在坐過Focus後座的人 都有個疑問是 後面的安全帶怎麼不見 事實上它是被這個U-BAN卡在後面 因為它的設計性 只要你把U-BAN放倒之後再復原 如果沒有特別去關心這個安全帶的位置的話 會被卡在後面 這部分真的是要好好地改變一下設計 Level2超級型 它也有這個非常帥氣E-Shifter的換檔轉盤 但前方這裡呢 哇 手機放進去 它原本有的QI無線充電板被麻掉了 所以這是跟正性版最大的差別 沒有QI無線充電 我們現在國產的ACTIV以及ST-LINE 也有像ST一樣的全彩儀錶板 但是它沒有 而且Level2超級型的ACTIV 它連上面這個HUT的抬頭鞋也省了起來了 就少了 FocusACTIV的Level2超級型 它雖然說有恆溫空調 但是它只有單區恆溫 並不是雙區恆溫 這樣要少了什麼 而當然回到今天的主題 主要是849,000的Level2超級型版 以及899,000的它的韌性版 到底落差在哪裡 我可以告訴你 是在市區這樣正常行車裡面 實際上差別並不大 價差5萬塊 主要是車裡面的一些配備等等的 它行路的質感一樣 不管是韌性版還是Level2的超級型版 都是一樣的 還蠻中性的 但是這台車它並不是有什麼樣的 山路操控的性能 如果說它山路操控的話 就買ST-Line 但這台車主攻就是 類似像都會女性 或是一些上班族 它喜歡防車的質感 但是它又喜歡那種 類似那種加高底盤的那種 Cross 那種所謂的半月野人 都會休旅的那種車的話 這台車相信的非常適合 而且它比起它同級的競爭對手來講 182匹24.5公斤的扭力 可以說是同級跨界休旅裡面的最強 當然這台車也不能夠說 真的拿去越野 前驅車還是有越野的控制在 但是它的確比起同級的一些修女 來得更加的帥氣 馬力也夠 真的是不錯選擇 讚 我們在下輪上 兩次的雲 有位於二小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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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